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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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介绍的是捍卫者 捍卫士同样穿着中甲的捍卫者 是团队的守护神 专门利用魔法能力支援队友 并重击敌人 可谓攻守居家 捍卫者拥有强大的控场技能 还能放置法阵 来提供争议效果给队友 在激烈烈的战场上 捍卫者将成为队友最好的伙伴 只要有他在 敌人就别想轻易击败我方 虽然捍卫者适合团体战斗 在野外独自行动时 也能展现强悍的一面 让想偷袭的敌人却富 一个全方位的捍卫者 必须精通各种武器 例如大剑 双手锤 长杖 冰头锤 权杖 三手剑等武器 还有聚能器 盾牌 火炬等副手 适时的变换武器 转手为攻 才能帮助团队获得最后的胜利哦 接着来看游侠 游侠是机动性高的中甲型职业 善于探险游击的游侠 身边总是跟着一个中心的伙伴 在进攻的时候 可以轻易的破解敌人的优势 并进攻他的弱点 在泰瑞亚大陆上 有许多可以驯服的动物 甚至可以在水里召唤出宠物鲨鱼哦 随着玩家的旅程 这些伙伴也会成长 学习更多的技能 让他们和主人配合起来 更有默契 除了长短弓之外 游侠还可以使用单手剑 骨头 匕首 火炬 战争号角 和大剑 来增加自保能力 近距离的和敌人搏斗 可想而知的是 游侠不论是在团体中 还是单独搏动 都会是强劲的对手 如果喜欢暗中袭击敌人 盗贼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不仅刀刀致命 盗贼还可以抠取敌人身上的物品 当作武器使用 让对手摸不着头绪 透过随时间恢复的技能点数 盗贼可以不断使用技能 行走于暗影和光灵之中 还可以顺散到敌人的前面或背后 进行致命的攻击 加上绚丽的技能效果 让盗贼玩起来十分有爽感 而盗贼能用的武器包含 笔手 单手剑 手枪 和短弓 想当个快枪侠盗贼吗 这就是你的机会哦 和盗贼游侠一样 属于探险类的工程师 有着独特的设计 工程师身上除了武器之外 还有专属的工程包 可以放置各种机关陷阱 以及使用炸弹 手榴弹 烟雾弹 电精药 等高科技器材 来立刻对手 甚至能用火焰喷射器 炮塔等酷炫机器 有效的歼灭敌人 由于可以使用这么多种工具 工程师身上只能佩戴一种武器 不过为了这么多好玩具 一切都值得了 因此 武器的选择很重要 工程师可以使用手枪 盾牌 或是来福枪 不论你选择哪种武器 只要了解 如何搭配其他工具一起使用 绝对是个可谓的对手哦 看完冒险风格的职业后 让我们来介绍学者型的职业吧 首先来看看元素石 元素石可以操控大自然的四种属性 风 地 火 水 火属性可以让元素石 掌控风与雷 专门用来攻击单一敌人 地属性让元素石吸收大地之力 来保护自己和队友 同时翻滚地面 让敌人寸步难行 火属性的技能 多为范围技能 让元素石得以大范围的攻击敌人 最适合团战的时候使用 最后的水属性技能 可以限制敌人的移动 并且治疗附近的队友 有助于控制战况 所以精通切换这四种属性的元素石 会对敌人造成极大的威胁 可说是兵来将党水来可掩 当然 和工程师一样 元素石一次只能佩戴一种武器 有权杖、匕首、长杖和巨能石 而和元素石一样具有强大法力的死灵法师 也受到许多玩家的喜爱 沿袭黑暗魔法的死灵法师 可以召唤亡灵 操控他们的意志 甚至可以从敌人身上吸取生命 死灵法师靠着生命能量运作 每当攻击敌人 就会累积生命能量 到达一定的量时 死灵法师可以开启死亡之墓 大大的增强所有技能和攻击力 直到耗尽生命能量 任何想单挑死灵法师的对手 最好要三思了 死灵法师应该是 即将恶当中最难成的职业之一 只要一不小心 就绝对会被取走灵魂哦 死灵法师可以使用多种武器 例如 头 匕首 权杖 巨能器 战争号角 和长杖 这些武器提供的技能 让死灵法师如虎天翼 更容易带来死亡 如果你喜欢的是操控对手的意志 然后借力实力 让对手击败自己的话 幻术师会是你的最爱 魔幻般的幻术师 可以制造各种幻象 让敌人物知所措 例如 全体范围引擎 物知分身 集体传送 等超酷幻术 虽然幻术师的力量 不及战士和其他职业 但他能施放混乱状态 让敌人使用技能的时候 就会受到伤害 加上各种迷惑敌人的招式 一个熟练的幻术师 可不会输给任何职业 幻术师可以使用的武器范围很广 像是双手的长杖和大剑 主手的单手剑和权杖 以及副手的巨能器 手枪和火炬 所以一个熟练的幻术师 无论是在团战或是独行 都能将对手把玩致死 好 以上是击战二的八种职业介绍咯 最后 我要和各位介绍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制 那就是职业组合技能系统 击战二中任两种职业的技能 可以搭配使用 进而产生新的效果 例如元素时的火枪 如果搭配游侠的射箭 则会变成一排着火的弓箭 打到敌人的时候会让敌人燃烧 或者搭配战士的大风车 就会把火焰四处建设 每种职业都可以和其他职业进行组合技能 而且不需要组队也可以发动 这表示在战场上不仅要突击范围技能 还要特别小心其他职业 利用它来发动组合技能 制作团队也好心的加入提示 当你发动了组合技能 就会在荧幕上显现出来 让游戏增添了许多惊喜和乐趣 尤其是五一间发动的 哇 看完了之后 你是否已经心有所属了呢 还是觉得每个职业都实在太有特色了 没办法决定呢 没关系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测试影片出炉咯 可以让你精挑细选 找到理想中的职业来征服泰瑞亚大陆哦 那这次的介绍影片就先到这边咯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是Steven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